查播最新消息 红岸三名被告 何江中范祖先跟徐信正等人 遭桃园地方法院收押 律师提出了抗告 但是高等法院认为 这三人有勾串共犯之余 因此裁定驳回 而另外桃检的部分呢 在侦办的时候 今天上午又传唤了269旅前衣冠吕梦颖 要厘清红仲秋送医之前 为什么拖了15分钟 衣冠才赶到禁闭室 而且救护车上没有使用氧气桶 是不是涉及过失致死罪嫌 今天是特别来传哪一个部分 情讯结束 269旅前哨位医官吕梦颖戴着帽子跟口罩走出侦察厅 脸色沉重的他 交由律师戴维发言 他是说明这个急救的过程 然后后送到天城医院的过程 主要是说明这 厘清这一点 军检证办红仲秋案 除了领略致死案起诉 其余侦察中案件 包括伪造文书及过失致死案件 全交由逃检证办 这回要厘清 7月3号当天 红仲秋在下午5点25分 反应身体不适 当时借护士拿气喘扩张器让他吸 15分钟后 医官吕梦颖才出现 目测送医 而且过程中没有使用氧气桶 6点10分抵达天城医院已经来不及 涉嫌过失致死罪嫌 我们李医师从街道连长通知到禁闭室去处理 都是用小跑步 都是跑步的 只有最大的能力去把它做好 这个是我教我儿子的做人的原则 做出的原则 只是攸关一条人命 真相没有厘清前 吕梦颖恐怕还是很难从风暴中脱身 TVBS新闻 李伟华 许富解阳 这周SNG小组桃园报道